欢迎观看经纬M300RDK教学视频 本视频将介绍如何对经纬M300RDK飞行器和遥控器进行对频操作 开启飞行器时 如果飞行器尾部状态指示灯显示为黄灯快速闪烁 遥控器状态指示灯显示为红灯常亮 DJI Payload App显示遥控器已经连接 表示飞行器和遥控器处于未连接状态 此时需要进行对频操作 方式一 使用遥控器组合按键 同时按下遥控器自定义按键C1、Z2和录影按键 此时遥控器状态指示灯显示蓝灯闪烁 并发出滴滴提示音 遥控器进入对频状态 方式二 使用DJI Payload App 打开DJI Payload App 进入遥控器设置页面 点击遥控器对频按钮 在确认要进行对频吗对话框下选择确定 显示屏显示倒数对话框 并发出滴滴提示音 遥控器进入对频状态 遥控器进入对频状态 方式三 使用显示屏快捷按键 在遥控器显示屏首页上方 滑动下拉遥控器快捷面板 点击对频按键 此时遥控器状态指示灯显示蓝灯闪烁 并发出滴滴提示音 遥控器进入对频状态 待遥控器进入对频状态后 长按飞行器电源按键5秒 电源指示灯闪烁 飞行器进入对频状态 当飞行器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遥控器状态指示灯绿灯常亮时 表示飞行器与遥控器处于连接状态 对频操作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